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照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照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照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关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良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努略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据说升上 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 就是远生诸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是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摆结各案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确实地说 你们行事 不要再向外邦人 存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心地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 良心既然丧尽 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秽 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 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 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 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灵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有余 分给那缺少的人 误会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 恼恨 愤怒 攘闹 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保罗说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亲爱的朋友 我们要竭力追求圣洁 不断成长和进步 但让我们彼此鼓励 就不是为了个人的成就 而是为要活出 更像耶稣基督的好生命 成为健康茁壮的肢体 相信当我们使人得福 自己也就在爱中蒙福 我们亲爱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保守我的心思意念 使我的生命能更像你 成为使人得福的孩子 祷告奉耶稣基督 圣民祈求 阿们 祝福你 活在神的话语中 天天都蒙福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祝福你